字幕 李宗盛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瓟的好主意 我是阿瓟老師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做一道蒜味刺肉羹 肉羹要吃起來軟嫩帶點甜度 加上我們的蒜味十足的羹湯 這樣子的肉羹就非常的好吃囉 今天我們開放食材有哪些呢 好那我們首先要先準備我們最重要的肉根啦 那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是我們中段的理肌切成大約一指寬的厚度 這樣的用意可以讓我們肉根保留住它的甜味 而且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好那我們切完我們的理肌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做一個動作 它可以讓我們肉根吃起來更軟嫩喔 首先先將我們切好的肉片 用刀背來去做一個拍打的動作 好拍完之後我們接著將我們的理肌切成條狀 這樣子就可以囉 切好肉之後我們接下來就要來醃我們的肉囉 好首先先加入我們的蠔油 醃酒 胡椒粉 五香粉 桂林 蛋白 那我們首先先抓醃 讓味道均勻混合 也可以將我們的理肌按摩一下 接著就可以將我們的蓮藕粉夾進去囉 好醃好肉之後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來燙我們肉根了 那我們鍋內的時候維持小火 然後呈現微冒泡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開始下肉囉 好下我們肉之後啊 我們用半浸泡的方式 泡五分鐘 可以讓我們的肉啊 吃起來保有它的甜味 而且軟嫩不乾柴喔 好那我們五分鐘時間到了 我們就可以將我們的肉根撈起囉 哇看起來很美味 好那我們肉根啊先把它放至旁邊把它放燒涼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做我們的湯底囉 加油 我們的乾香菇 我們的黑碧 再來就是我們的蒜頭 好再來就是開火 先做一個拌炒動作 先做一個拌炒動作 炒過的蒜頭啊 它可以降低它的辛辣味 增加湯的甜度喔 味道出來之後啊 接著就可以將我們的筍絲放進去 木耳白蘿蔔 然後我們的白菜 下完我們的白菜之後啊 接下來就可以將我們剛剛燙肉的這個高湯 一併加入 倒完湯之後 接著就可以蓋上我們蓋子 然後煮滾約15分鐘後 讓我們的蔬菜所有的甜味 釋放在湯底裡面喔 好15分鐘後到了 那我們接著就可以開蓋做最後的調味囉 好有提前 切片 蒜頭酥 香油 烏醋 最後倒入我們的蛋液 我們用我們的蓮藕粉 來做最後一個勾芡的動作 那蓮藕粉啊 它可以讓我們的勾芡 比較不容易水解 而且可以讓我們的羹 合起來更滑順喔 最後加入我們的白雞 哇 那麼加入我們肉羹之後啊 接著我們就可以關火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上菜囉 多種蔬菜的鮮甜 香氣濃郁的蒜味 還有滑嫩的肉雞 哇讓你一口接著一口 還想看阿翁老師做什麼料理呢 歡迎下方留言給我喔 我是阿翁老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